HELLO 大家好 我是總結 今天我們要出來的群台 今天我們來到這邊是鱷魚 外面那一條是向上路 然後我們是無意間 發現這邊有一個轉角處 有一間娃娃機店 從來沒看過 也是第一次來就在這場玩笑 結果來到了這一間沒來過的場 發現了一台 我覺得它上面CP值算很高 你看這上面的獎品 還有藍貓 三眼怪 然後漂移貨車一番賞 然後這一隻不知道是正版的 還是什麼不知道 然後這邊有一行字 清台上方全送 然後我們剛好有算了一下 這個台數應該也是精算過 它上面的刮數 24 6 8 10 12 14 就剛好14刮 然後裡面14樣商品 所以等於清完上面也是全拿的意思 然後我剛好有稍微小試了10元 我覺得 那一下下去很有機會 你看大甩 全包 它可以吸欸 哇 那可以吸的話 那更好玩了 我們先試這個 我剛好試它全包好像能夠微外 沒辦法很外 但是微外 它有下限長度 嘿嘿 它有... 它在滑欸 對啊 它這就全包就好 然後這個再全包 咦 跟我一開始那個丟桿不一樣 我剛那個時候它是這樣子 欸 直接就往外 那我這邊再試一下 如果你看要拼到清... 清台的話 我們還要去精算很多東西 你看你裡面的商品數14樣 然後它的保夾是920 所以如果你14樣全包的話 是要打到破萬的 有點不划算 對 可是上面的那個... 呱呱樂的獎品 我覺得是CP值算高 打這台要拼到清台的話 啊 脫 哇 怎麼跟我一開始試台的時候 那個感覺完全不一樣啊 還是我一開始甩幅沒有做太大 嗯 你看它的甩幅 其實是夠的 挖得到啦 只是... 奇怪了 一開拍就不一樣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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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啦 剛剛那太上了那一刻 是大內丟 哦 奇怪啦 還是我剛試那一下結果我沒有下滑到 如果我這樣子提早拍鍵 然後這個點確實有點貼了 它擋板夠低啦 而且它是保麗龍而已 它往前衝 衝去哪 這下 奇怪了 我覺得它下滑太嚴重了 確實蠻嚴重的 因為它捏到那一刻 它下滑的那個距離 起碼有個兩三公分起跳 還是我一開始甩幅沒很大嗎 原本想說它好有機會清台唷 結果現在打了快500還沒出貨 然後東西全部都跑進去了 出來 可是剛剛鐵盒我們是不是有試了一下 它好像有一個微外丟感 就是不要太大甩 這樣咧 假象嗎 來這個先 喔 出貨了 耶 終於出了 因為我一直在抓它的感覺 也許那時候我剛開始試台的時候 我沒有甩幅抓到最大 抓到最大它那個可能會因為這樣子少一拍 我小甩看看 再一次再一次 好像還好 再一次 好像沒有丟感那麼大而已啦 難道我們只有一刮的機會 它沒辦法甩打 甩打喔 因為它下線長度比較小短 它沒辦法插到底 但是還是可以試試看 我試試看 我試試看 三個 這個小恐龍 還是方和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很喜歡拼那個 壓力比較大的那個 金額的話 我覺得這一台蠻適合的 來這一個 我再小一點 試不出來外丟感了 因為這個東西你要跟它拼薄拖 也不是 機會真的很小 如果你捏薄的話 它丟感只會越大 太難了啦 這個嗎 來了嗎 來了嗎 哇 還好 不只有 跨上去吧 你要讓它跨上去 對 就是一個難度了 嘿啊 不然如果我們沒有拼到青苔啊 青瓜啊 我們有沒有機會 啊啊 我想說有沒有機會拼個青獎也好 結果東西都飛進去 可是那個大的好像比較好擋 它好像四四方方 我覺得那些會比較好擋 感覺的出來 感覺的出來 因為它 它其實可以略吸 小吸 讓它跨上去吸 對 重點是要跨上去 對 跨上去 就可以吸 拖 拖 有沒有機會 開始順了 感覺到這一台的台性了嗎 脫 有沒有機會 欸 開始順了 感覺到這一台的台性了嗎 然後呢 洗衣球 我覺得它的體積太小 等一下我把裡面的帶出來 我們看能不能出個 因為現在四個 我有沒有機會出個六個 我有沒有機會出個六個 中 這台如果你今天一路都是平均好 均出 我們抓在300 然後14樣300這樣打4200 這台其實你好像花在 以上面的價值可能5000內 你把它整台輕台你都不算虧 因為它又有藍貓 又有三眼怪 又有一番賞 又有飄一貨車 零零總總加起來 其實它價值蠻高的 欸 要均出很少啊 就300 你均出要300 以我們目前的現狀 我們好像是300內 我們只有第一個 第一個確實打多了 第一個打到 螢幕顯示500 但是裡面原本有沒有壁 我不知道 這個洗衣球 洗衣球很亂 嗯 洗衣球真的 除非真的 一個大甩捏薄 直接給它一次給它脫掉 欸 剛剛洗衣球它直接溜掉欸 它這樣抓不住 好像 剛剛那一下 哎唷 剛剛那一下好像抓不住 來 來 好 我先拼拼看好了 哇 我來看一下現在多少 210 脫 沒 這能怎麼辦 這個洗衣球 因為你要去吸它不行 因為它的下限長度 比較偏短 所以我大概甩在洗衣球 你看這個上緣 它就收掉了 脫 哎呀 哎呀 其實它的真的 我們要拼到清寒那個空間感 真的 而且加上它還是巨無霸 如果它是中鋸的話 還免為期 那我覺得差不多差不多 但是巨無霸來說 空間感是真的超大 超空啊 對啊 整台空歪了 這個可以拉出來嗎 可以 我拉一下 我剛剛好像試著拍它 捏薄好像 如果剛好捏在它的那個寬 三角處的寬 好像可以直接把它抬上去 我不要一直進去那個洞啊 不然添加 這樣喔 我可以拼拼看 你看 唯一的缺點我要克服那個滑啦 那個滑 我要一直很提早拍掉 啊 而且剛剛那個吃其實是蠻 蠻邊緣的吃了 我已經盡量拍飽了 哦 太刺激了吧 哦 那個時候我們是不是還有看留言 有人就說 中節就是補胃型而已啊 它沒有補出不了貨啦 哈哈哈哈 你有看到那個留言對不對 有啊 在那邊酸 我是覺得 那我對於那些留言我覺得是蠻 我是覺得蠻可愛的 我只能是用可愛來形容而已 就是 你今天 能補胃 你不去補胃 在那邊一直想要著空打 你想要前面那個就掃掃出 完全不想要再多花錢 這樣子的想法沒有不好 但是我們在做補胃的這個動作 就是把風險不斷的拉小 原本你可能空打那一盒可能 出貨機率可能 我們算可能算多少 算 出貨機率40% 你補胃補起來了 城牆做出來了 你的出貨機率可以提升到50% 60% 甚至更高 這就是為什麼補胃的重要性 你寧可多花錢去做一個城牆 不然你東西一噴進去 你起碼要再多花個一兩百兩三百 你才可以拉到你原本 你要的那個點 那這個可以吸嗎 這個可以 就一樣要拍在那個最 邊邊角角 這個出來 好 這樣就漂亮了 所以我認為那些 那個 看看就好 對那些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打法 這不行這不行 這個爪位也不對就要拍掉 不然先打豬喔 先 換一下這個豬 能出一個是一個 對 我剛才還有 突然一個 靈機移動一個想法 如果我們在夾6的時候 就已經 把他那個青獎帶走了 我們6瓜就把他帶走了 那其實我們就可以設立挺順點 但是如果你打到 8瓜 9瓜 10瓜 只剩4瓜 還有藍貓 那個應該不用去細算了啦 那個絕對4個保夾 你也要把他打走 洗衣球跟魔王 對洗衣球 確實是這一台的大魔王 所以剛剛洗衣球在正門 那個沒有先把他除掉 真的是 很歐啦 真的是很歐 6個了 6個 那我來細算 到底是不是6個 來吧 我們總共出了6個 這樣是一人三瓜 我們就先拼我們的瓜運吧 555 5769 來喔 57 謝謝 喔有一個 喔 飄移貨車喔 然後再來 29 55 中 喔 那你只剩一個欸 我三瓜 中了一個飄移貨車 一個一番賞 你看我們這一波打成這樣子 不虧 那就換你吧 三瓜 69交給你了 22 69 謝謝 欸下課了 我們可以下課了 沒關係 謝謝 下面一位 然後你還有一瓜呢 我們這樣等於五瓜種三 哇 直接 青獎 上面三個帶走 然後種一個青獎 然後剩下一個青瓜藍貓 我們不挑戰了 這個就跟我剛剛 有沒有靈氣移動的想法一樣 如果我們趕快 輕獎的話 我們就可以設立停損點 現在我們設立停損點 是最完美的狀態 最漂亮 那我們就 打到輕獎就好 那我們再去玩一下 其他的 這一台呢 我剛剛 進來這一台 我也有試了十元 其實我們進來 巡台呢 我們都會試台性 這一台也是大甩 下去慢的 可是這台比剛剛那一台還大甩 喔這一台 對對對 比他甩不還要再大 而且他的 這一台的二手感 比剛剛那一台更好 但是不能這樣比 因為剛剛隔壁台 那個確實 欸這台 這獎品也不錯啊 對這獎品也不差 只是因為他比較多刮 對對對 隔壁那個還有藍貓 所以就 呃 我覺得 都不錯 這兩台不得不說 打起來其實都蠻不錯的 這一個讓你吸一下 還在還在還在 它是更綁的嗎 我看不出來 打出來看 就知道了 可是這樣都沒過了 對啊 但就 試試看啦 脫啊 脫 沒有捏 沒脫 這 那裡一個洞 對啊這算過了吧 哇 那個寬盒真的可惜 如果他過近的話我們現在 已經出兩個了 真的可惜 所以有時候平台做得漂亮也很重要 這個時候又要講了 有些人就會說 不用平台啊 直接打就好啊 為什麼還要平台 那你就直接打 不要不餵啊 幹嘛不餵 其實有這些想法 我們都只能說 其實什麼想法都沒有錯 只要是你最舒服的狀態 你能打得出貨 都是你的方法 好薄耶 那個剛剛薄到真的是 一個毛邊了啦 小心 小心還比較動 對啊小心 剛剛我們那幾下那麼薄 小心應該是會直接脫掉 絕的 然後我這個角度 我直接逆小心看看 直接給它吐進去 吐進去 抽 過 後旁 再全包 好 怎麼是你 以它的 比比較大 不不不比較重 它冰霸杯 我們剛剛看螢幕顯示竟然550耶 保夾680 因為這個 不是全部都我打的 我們 大概打在也不會太少 我們大概打了300 將近300左右 我先把這邊的東西 帶一帶拖一拖 應該還沒吧 等一下那個冰霸杯 我有把握 上面應該也有把握 哇 保夾 等一下 它最近更麻那一盒 你說長盒喔 對啊 好像不是 它好像是那個 類似像 那種怎麼講 欸 EXQ啊 那一種啊 就是好像沒有那個 金正白正的貼紙 它是那個 雷錶的貼 那個雷錶貼 好嗎 喔 嗯 那就是叫我在弄的啊 寬盒喔 可是它是 它是金的白的 這一個 言 嗯 誒 直然 告知一下囉 哇塞 這個真的是 傻眼啊 这个也不给你啦 都已经在二楼了 你们还不出 有了 还不出啊你们 拖一下 哇 还不出耶 哇 这个 什么啦 非常好啊 这个 动动动 对啊 拖一起 有了有了 还行还行 来 没有夹三缝了 哦 是哦 对啊 来 小心 可是没有出来 哇 那个后旁其实很标准的 对啊 刺到应该会脱掉 啊 好啦 那要小心我不动你了 来来来来 这个给你动下来 有了有了 有了 四个 那我们这四个可以四刮 我们就一人两刮吧 嗯 我们看谁可以刮做 15 15 来哦 45 没有 再一个 你只要一拍后机会比较大 14 哦 你看 十一 十三 十五 就跳过 那就换你吧 两刮 20 没有 没了 没了 73 好 我们这一脚呢 这是我们总共夹 这样子吧 我今天出货感我觉得也算不错 尤其是第一台 那个打起来真的是心惊胆跳 因为里面总共剩14个 14个之中呢 台主上面的奖品 那个我们初算了一下 可能至少将近块5000 因为有蓝猫 有三眼怪 还有一只大只的A赏 然后还有飘移货车 这边还有一番赏 所以我觉得它上面可能啊 因为我没有细算它的金额 我就说可能会 我觉得可能有到5000 然后它上面夹14 14样之中呢 里面有公仔 所以我在估 如果你青台加上鸡台内 里面的总价值应该有 6000多至7000 然后它14样 如果你全部吃饱的话 那可能就达到1万多 但是通常不太可能 因为我们夹了6样 6样都没有饱 大概均出我觉得落在不到300 因为我们有一个打多 然后有4个 几乎都少少出 所以相辅相成 然后那时候拍片时间大概29分 你去无霸的投币输入 一分钟可能就比标准台再少一点 可能抓在50左右 所以可能只有1300 1500之间 我们这6刮 刮中了 直接清掉 对直接清掉 然后拿个清奖 所以我们这一波完全不亏 然后去玩了下一台 那一台呢 玩起来的感觉也不错 因为有甩幅 爪力也还OK 所以它的台性也不错 今天总共就夹这样子吧 这抽奖要抽什么呢 最难产的 打最多的 这只猪 是吗 打最多应该第一盒是它吧 对我们这一盒在前面 然后点一下出来的 这一盒 打到大概500多了 那我们这抽奖就抽这一个吧 今天打最多的 娃娃鸡快充头 抽奖送给大家 那这一颗的抽奖再配合 大家看一下 喜欢我们的钱 拜拜